第六十六集 歡迎大家回來第六十六集 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訂閱這個頻道 按鈴鐺 留言給我們討論 分享和給我們一個讚 另外還可以追蹤我們的專頁 在Facebook專頁和個人專頁 那個地址都在Youtube下面置頂 我們繼續講的電影 就是一個Netflix的電影 就叫做The Lost Daughter 失去的女兒 上次我提到 當然這個電影是一個文藝片 你說它很商業 就絕對不商業 故事的情節一點都不複雜 但為何會有些朋友覺得很沉悶 但從我自己觀影的過程 我真的覺得它很有吸引力 還有吸引力就是有一種懸念 其實我覺得懸念這個元素 是相當重要的 甚至你可以說 差不多所有電影都一定會運用到這個元素 很多人會覺得懸念或者 懸疑是懸疑 這件事是Hitchcock最出名的 就是希治閣 亦有很多的經歷片 偵探片 都用到這個懸疑的因素 但其實不是 其實劇情 一你講到劇情 其實懸念就是我們最需要 是經常是動用的 運用的一個元素 很簡單就是 不單是誰是兇手 就是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後果是怎樣呢 假設它會影響到主角的生活 人物跟著要做的事 它會是一個推動的因素 還是一個破壞性的因素 然後如果是有一個負面的影響 或者危機的話 這個危機又怎樣是可以被克服等等 這些都是一個懸念 所以我覺得這個戲 運用的懸念是運用得很出色 為何會有部份的朋友 會覺得是沉悶 首先我覺得我們看戲 你問我 我都承認 我都覺得有些戲是很悶 但首先沉悶我們要比較小心 就不應該經常性地去 很容易地去判定一部戲是沉悶 甚至你睡著覺 令你閹閹肉碎 因為很簡單 其實每個人的沉悶 沉悶是一種狀態 而這個狀態牽涉的 就是你的體力 例如你不夠睡 你很累 你最近的健康不是很好 都很容易 你會覺得很容易沉悶 我都要坦白說 我看電影我整天睡覺 因為我很夜睡 我不是說睡眠真的這麼充足 我們都不需要很充足的睡眠 這是長期的習慣 所以就算戲院看電影 其實不好看 很容易我都會睡覺 特別我都要 confess 譬如我看很多超級英雄的電影 差不多看十部 我想起碼六部七部 我都會睡覺 因為第一 我興趣不是很大 第二 有時候我都覺得 我不太熟悉那個世界 有時候我都掌握不到劇情 飛來飛去 一旦我失去興趣 我就會覺得沉悶 因為我追蹤不到 我覺得沉悶便睡覺 但如果我告訴別人 我看《蜘蛛盒》 我看《蜘蛛盒》 例如我看《復仇者聯盟》 你也睡覺有沒有搞錯 是 我真的會睡覺 當然有時候會睡覺 可能幾分鐘便醒 但可能都會睡覺兩三次 我能否用沉悶這件事 作為一個標準或評語 去加諸這些電影新上高 我覺得這個太主觀了 而且我很清楚 這個沉悶只不過是因為我的精神狀態 而這件事是相當普遍的 特別如果大家在看《串流平台》 我上兩集都說過 因為你在家裡看的 你那個環境 基本上是一個不會容許你很集中 就算你很深夜看也好 因為你太隨便了 而且你看銀幕又很小 那個螢光幕很小 不是銀幕是螢光幕 螢光幕很小 你的自由度很大 你看電影可能又去廁所 然後因為你很累 你又會找些東西來吃 所以基本上你的專注度 和精神狀態 一定比起你去戲院是撐很遠的 所以很容易就會覺得沉悶 有時候甚至會分兩萬三萬 才看完一部電影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應該是很輕易 作為一個標準或是一個criteria 去評論一部電影 而且我覺得真正的沉悶 為何會造成真正的沉悶 又或者是比較普遍 我們會覺得 就算我們精神狀態也好 都會覺得沉悶在什麼情況下 其實就是牽涉到我覺得 我覺得往往就是一部電影的節奏 不一定是情節簡單 或者情節不夠起伏 而是那個戲的節奏 因為其實我們的眼球被吸引 或者我們的注意力被吸引 如果長期都是被一樣東西吸引 可以保持這個吸引力 一定是不會長久的 尤其是節奏 譬如很簡單 節奏我們聽音樂 為何很多人覺得 classical music很悶 很容易就睏眼睡 就是因為它那個結構第一 classical music的長度 一定是比我們現在的pop music長的 可能去到十幾分鐘 去到超過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都可以有 然後它的樂器 基本上沒有我們現在的 那麼多電子的樂器 或者那個 sensation的感覺 觀能的刺激 是沒有那麼強的 都是一些傳統的樂器 又或者那個結構 因為它是大幅度 所以那個結構 我們不是那麼容易掌握 所以很容易 從我們聽慣現代的音樂 再去聽 classical music 就會很容易覺得 嘩 真的很長篇類聚 而且好像很來來回回 無論樂器的聲韻 或者是那個結構 我們都掌握不到的話 就覺得長期的節奏很慢 又是很單一 看戲也一樣 劇情的推進 如果它是比較慢 甚至是它的起伏不大 甚至你說那個演員 對白的delivery 它都可能是很單一 甚至它沒有表情 沒有感情 這些所有的畫面 長期可能那個 camera 經常都不動 又或者很容易刺激我們的眼球 包括顏色 包括剪接 包括動作等等 沒有這些刺激 我們就會覺得是單調 覺得單一 只要這種單調 單一的感覺 它是形成了的話 我們自然就會出現沉悶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狀態 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即使是我剛才所說的 或者比較單調的感覺 都未必是一個缺點 所以我們一定要問自己 到底我睡著覺 到底我自己的精神狀態有問題 還是我的氣本身真的出現問題 這是第一件事 至於說不明白 這個是有很多因素 當然不明白的意思 或者是它很悔劫 有些事情它沒有解釋都很清楚 可能都是電影本身的問題 例如《沙罪的女兒》 上一集講故事的時候 我已經講過 就是說 其中一個 持續了很久 去維持情節的推進 故事的進展 有一段的情節 或者橋段都可以 就是那個公仔 小孩的公仔不見了 小孩皮很大 經常貫著媽媽和大人 但實際上我們知道 這個公仔竟然是個女主角 一個48歲的大學女教授 偷了 他偷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去到最後 其實那個女主角 向媽媽解釋 向Lina解釋的時候 她都說 她說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偷 而且偷了之後她很有趣 我都說過她好像想被人知道 但是很多時候她會藏起來 甚至她錯放了公仔在另一個格的櫃裏 她想去找不到她很害怕 然後那個害怕就好像很明顯她怕被人發現 到她真的發現在隔壁櫃裏找到她才輸口氣 這種氣氣伏伏 為什麼呢? 她又嘗試把公仔丟到垃圾桶 她又撿回來 所以這個氣的確沒有很清晰去解釋 甚至她什麼時候偷都不知道 因為她打開袋子 就已經看到公仔在袋裏 她沒有解釋 是否真的代表她故意不解釋 定義說是什麼呢? 是否我們一定要知道呢? 還有為什麼她不解釋呢? 這個都是 很多觀眾都說 不解釋 首先我覺得 我們說故事 當然明白 大家很清晰 又或者有因必有果 由一件事 這就是第二件事 這就是第三件事 情理上都解說得很清楚 這也是很自然的 因為我始終講故事 這也是一個講故事的方法 也是大部分人會習慣講故事的方法 但是某些情理 或者某些原因 背後的因素 她故意不說或者忍去 這也是一種講故事的方法 只不過後面這種方法 我們不是常見 很簡單 我再舉一個例 大家都可能看過這部電影 就是2001太空漫遊 Stanley Kubrick 這部電影很出名 到現在已經超過了半世紀 到現在我們都供應這部電影 是科幻片裏面的經典 到今天都未有人能夠超越它的成就 但是這部電影其實是一個很清晰的Storyline 就是人和電腦的搏鬥 但是除了這件事 其實還有一件事 到今天都不能夠說有一個說法 有一個解釋 是能夠將這個所謂不明的因素 是解釋得很圓滿 又或者大家覺得原來這樣解釋 而且是 without 別人或第三者評論的 一個 explanation 嘗試的 explanation 很多觀眾一直看都不知道它說什麼 就是它戲裏面有一塊很大的 比人高很多的 一塊黑色的石碑 這塊石碑是由人緣時代 即是人盤古初開 人還未 develop 成為人 而那些是人緣來的 已經是開始出現的 而它出現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 即是在原野上高 就突然間出現一塊這樣的東西 甚至令到那些人緣 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大家摸摸摸摸摸摸 然後它又會在太空出現 到最後甚至是在未來的世界都會出現 它出現這幾次 每個人都為這塊石碑摸不著頭顱 它也好像在發出一些聲音 試過一次 在一個星球發出一些聲音 一些巨響 到底它是什麼 很多的東西 Kubrick也從來沒有解釋過 然後就出現很多很多的解說 但是這件事也不阻止這個戲 到今天這個經典地位 當然你可以說 譬如好像201年太空漫游 一個這樣的設定 它很明顯是刻意的 它是有很多的 它甚至是開放很多的 所謂的演繹 的interpretation 是一種神秘宇宙神秘的力量 是一種代表一種知識 是代表一種神的一種presence 這個都可以是不同的解釋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你不明白 或者有些因素 它故意引去的話 其實它是邀請你 去作一些interpretation 當然這個interpretation 在電影裏面 或者在作品裏面 我覺得它應該多或少 都有一些 hint 既然它有一個 invitation 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嘗試 從故事裏面 去找看有什麼線索 譬如在The Lost Daughter裏面 我覺得它的確是有線索 是可以被我們捉摸到 或者是可以推論到 為什麼The Lost Daughter會偷這個玩具 其實那些線索都很明顯 你說你看到我看不到 那怎麼辦 我的看法就是 當然對一般觀眾來說 我覺得無所謂 你看不明白 你不喜歡 那你就算了 你絕對有權 就是說 這個是騙人的 或是神經病 不知道我什麼 但是如果大家都喜歡電影 也都將電影 是覺得 當作是一個作品去看待 甚至是覺得電影 我們是可以研究的 可以討論的 電影是應該 一個好的電影 好的作品 它是會有些啟發的 無論是我們對生活 或是生命的一些看法 甚至一些比較大的問題 即是很哲學性的問題 很哲學性的問題 都可能會有啟發 既然是這樣的話 換句話 那個創作者 他應該擺了很多的 這樣的方法 或者這樣的手法 這樣的寓意 這樣的metaphor 這樣的象徵 它運用攝影 色彩 或者一些美術的設計等等 寫的對白 它可能也有 一些不同的層次 的意思 包含在裡面 這些都是 一般藝術的創作手法 既然是這樣的話 而電影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到現在 它都是一個特色的 就是它有一個長度 這個長度由90分鐘 或者一個短片 多短都好 一直去到 一般我們看長片的90分鐘 兩個小時 去到可能是 七、八個小時都可以 在這個長度裡面 如果我們當是真的 還回到戲院看 我們不能夠隨時隨地 叫戲院停 停在這裡 我聽不明白 或者看不明白 或者有些東西 好像錯過了 太快了 或者待會自己 失神 有一句對白聽漏了 它不可以叫放影員 停在這裡 所以我們看戲 是要由頭 一氣呵成 看下去 中間你會錯過一些東西 是很自然的 甚至現在 我都講過 我們現在看戲的 注意力更加比以前 是差很遠 所以你錯過一些東西 是無可厚非的 又或者甚至你欺負了一會 這個也可能是 就是因為你欺負了一會 或者你錯過了幾句 很重要的對白 一些線索 那你就看不明白 但這個不明白 是否電影的問題 不是的 它在這裡 只不過是你錯過了 那你怎麼辦呢 那是否你應該可以看第二次呢 甚至你看第三次 如果你真的吸引到你這個 去不明白的這個興趣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似乎 覺得電影是不需要看兩次的 甚至不需要看三次的 這個是一般觀眾的習慣 除非你很喜歡某一些東西 你很喜歡 原來這部電影是 你很喜歡的電影明星做的 這部電影是很喜歡導演的 那你就很樂意 看第二次 第三次 但有些 因為沒有一些元素 特別吸引你 特別令你追下去 那你就看一次 然後你就當 把這個不明白 就當做一個 終點 當做一個句號 不明白 那就是不明白 然後就把這個不明白 硬生生地評論 這部電影的缺點 那我們下次繼續